台北股市 今天指數是很沉悶的 就開盤開個低盤 拉上來之後 你可以發覺到 他都在轄幅區間 去做一些的整理 但是從騰洛指標上面的表現 他還算不錯 也就是說代表在今天裡面 上漲的加速率 也就是說代表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代表在今天裡面 也就是說 他還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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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在今天我們很明顯看得出來 台北股市 整個一個賣壓 他是減少的 那在今天裡面 也有很多 長線低基期的個股 像被動元件 他的股價也漲了上來 像PCV 也開始去做一些的止跌 所以我們在今天裡面來講話 其實我本身 本來是預備在耶誕節的時候 以我做功課研究的一個心態上面 做好的一些的資料 本來是要在耶誕節 送給所有的觀眾朋友 但是我覺得台北股市 既然如同蜀方的一個預期 在12月份 他可能會因為漲多之中 他有一些的臥倒 也就是有一些漲多的震盪跟修正 很多的投資朋友就會問我說 蜀方老師 你為什麼常常在講 哪些的個股 到哪一個價格上面 其實不應該煞低 是有價值投資的出現 其實這都跟今年的EPS 跟明年的EPS上面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裡面來講話 會送給大家一份 比較好的資料 給大家提前在感恩節之後 耶誕節之前 在台北股市盤整的時候 你好好的做好的功課 那那一份的資料到底有哪些 等一下才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是投資朋友應該要去做功課的時候 因為你現在會面對到整個市場上面 很多的多空的言論 你也會面對到川普 他對整個中美貿易大戰 一下子說這個一下說那個 而且在12月15號之前 這些的言論是在所難免的 貿易戰的一個談判它就是如此 所以在這時間點 我們可以先拉回到整個大盤 為什麼我跟大家講說 台北股市到目前 它是勝負難分的 我們知道的修正 它分成幾種 一個它是叫時間的修正 第二個叫做空間式的一個修正 那時間性的一個修正 它就必須守住我在之前跟大家講的 11409點 這個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叫小景線 這不是大景線 這是叫小景線 那有跟大家講過 這一次的頭 並不像之前很大很大的一個頭 所以如果這個小景線能夠守得住 現在當然衝高是有壓的 因為月線扣的位置 我們來回到整個電腦上面好了 月線扣的位置 在這個時間點 它在相對的高 目前的月線扣在 比現在的收盤的指數相對的高 而且它有一段扣這麼高 還有一段扣這麼高 所以它需要一些的時間 來化解五日均線跟月均線 你可以發覺到 它是正式性的死亡交叉 那如果五日均線跟月均線死亡交叉 跌破了月線 那就代表12月份 台北股市它是一個修正整理的格局 只是它是時間的修正 還是空間的修正 假設它是時間的修正 它必須要幾個條件 第一個它要守住11409點 伴隨著融資它是下降的 所以你可以發覺到 昨天融資一降 今天台北股市比較穩 那目前外資的動作 一定會比較少的 而且它一定會有一些避險的需求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外資 期貨選擇權 有一些的空單的部位上面 它出現了 你也不用過度的緊張 它只要不是期 選 縣 三個市場 縣就是縣貨 期貨 選擇權市場 持續性的它賣出 這樣的話當然對大盤 是有一定的殺傷力 否則在目前 我看外資一下買一下賣 它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也不真正的主空到整個台北股市 第二件事情 其實我個人本身本來是很希望 它乾脆用最殘酷的方式 把大盤沒有信心的符合 對2020年沒有信心的符合 在這一次全部洗掉 因為市場上面 我也聽到一些的言論 認為台北股市11668 就是多頭的最高點 也有這樣的一個言論 因為畢竟它曾經爆出 1992億的量人 就是MSCI的一個調整 在當時候爆1900多億 到最後變成2000億 2000億的量能潮 我記得是1900多億 可以再觀察 這個大量的一個跌破 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是比較屬於一個修正整理的格局 所以它認為是ABC 什麼叫ABC A ABC的意思就是A B C 這樣的西方 就是說A會先跌一段 B是反彈 B的高點沒有過A的高點 的確我們在這一次 B的高點沒有過A的高點 對不對 然後再有一個C波的主跌 但是這個部分裡面 它的先決條件上面 它必須有效性的去灌破 11409點 那我在這個節目就跟大家講過 就算灌破11409點 你做最壞的打算 那你就自己去算 等距離的測量跌幅 那就是11150點 那這個部分距離台北股市 今日的低點我們可以發覺到 它已經到了11460點 其實並沒有差很遠 你能不能夠忍受 這是觀眾朋友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 目前台北股秀 每一個類股族群的位階 它都是不一樣的 我在之前跟大家講過說 選股法裡面 它分成button and up button就是長線的低基期 長線低基期的個股 基本上你要有 默然回首的勇氣 譬如說大家可以看 2327的被動員建國巨 如果你沒有默然回首的勇氣 其實你被洗掉幾次了 2492的華星科 你會被洗掉幾次 你都會洗掉非常的久 因為長線它之所以會低基期 一定是代表之前不好 但是我也不會認為說 今天市場上面認為被動員建都好得不得了 全部都亂買 大一說它的一個客戶要漲價 最好是它所有的客戶能夠漲價 其實被動員建它的一個景氣上面 景氣循環股 什麼叫景氣循環股 面板 記憶體 整個一個被動員建 LED 這個都稱之為景氣循環股 景氣循環股就是在最壞的時候 它的股價會落地 再來慢慢去反映它的一些利多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一個國巨拉上來的 我在之前就講 因為國巨有所謂的併購案 所以它會比較強一點 那2492的一個華星科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工具機 我說這個是自動化設備 像雅德克這一類型的 那汽車明年可能會好 但是生計我在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生計並不是大家每一年 都在12月份有個生計展 你就要通通都買生計 我不認為是如此 因為我的個人的看法是 生計可以注意 第四季是傳統的旺季 但不代表你所有的生計個股 都可以亂買 其實我常常在每一年之中的多頭 在多頭的時候都會碰到一些投資朋友 它的股價很大量很高價套牢在生計個股 那就是它每一次輪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它都會整個一個在這個過程中 應該是非禮物視 非禮物聽的時候 針著市場上面去做起舞 被動元件它也是如此 我還是強調你如果要買被動元件 目前被動元件還沒有辦法 在今年的第四季是復甦的 沒有辦法 你應該還是以一線個股為主要操作的一個區塊 那PCB已經反彈 那我們拉回到整個大盤跟大家講 就是說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發覺到在這個過程中 一個11668減掉11409 它就會出現一個等距離測量跌幅 那這個部分就會11150 那另外部分你可以發覺到整個一個季線 是在一萬一千兩百多點 那我們在之前 大家是不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一萬一千點 大家知道橫盤了多久的時間嗎 好長好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一萬一千點 這邊它其實有非常強力的一些支撐 但是重點是你的融資一定要退 這個部分是大家自己要去做留意的 所以我覺得台北股市在目前 假設明年的景氣是不好的 我就跟他講說 現在很多的投資朋友 我說都要神經錯亂 一下子說整個一個10英元件 因為5G的需求很好 那為什麼PCB會不好 我就跟他講 這一些的個股上面在最近的下跌 尤其在PCB 它基本上就是因為明年的景氣能見度很高 所以在當時候的外資 當時候的一些的投信 或是一些受險的部位都有 他們現在裡面想要分紅 年中的一個分紅 它都會有一些的調整 但是這些的個股 他們賣一賣 也都是會未來裡面 買進的一些的標的物 那還有一個區塊上面而言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來 台北股市的短線上面的轉落 我就跟投資朋友講過 你只有接受它 台北股市 它要嘛就是時間的整理 一個月的時間在12月份 要嘛就是空間 快一點點ABC的下跌 來到整個11150的附近 但是這個部分裡面來講話 有太多的中小型的個股 有沒有先跌 有沒有先跌到半年線季線 很多都是這樣子 因為台北股市的後來 它是有龍頭型的全值個股帶領 很多的中小型個股上面 早就已經提前的一個拉回 所以台北股市在現在 就是在12月1號到12月10號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察期 什麼觀察期 明年的2020年看不看好 在基本面的角度上面我看好 我並不認為它是一個長空 我先講我的一個觀念 所以在之前我才會在 不管是在高雄 台中跟台北演講會 我講過了 李政消息 漲漲跌跌之中 一定有一個漲多之中的臥島 它是修正跟整理 但是你如果能夠利用 這個修正跟整理 拉回來去做明年2020年的準備 你才有機會成為2020年的贏家 你用短視經歷的方式 看這個漲漲跌跌的極短線 我告訴大家 今天的強股未必是明天的強股 你只有做好的投資的一個心態 你才有未來2020年頗端獲利的一些機會 我的看法沒有改變 到目前我是一個懂得修正的人 我絕對不是一個使多頭 我也不是一個使空頭 我是會去修正的 所以在目前來講的話 長線上面仍然可以提供什麼 提供保護短線的一個機會 另外部分來講的話 你看OTC OTC的一個區塊上面 它是不是已經先行整理到季線 我講難聽一點點 假設在最近裡面又有風吹草動 OTC已經修正到季線 又跌破這個低點 這個低點是多少 這個低點是141.41點 你要記住我今天說的 如果破的時候 回頭去看這KD指標 如果是這樣子 它在極短線去破的話 那我跟大家講它會背離 你要殺低嗎 你未必要去做殺低 就像我在之前跟大家講 什麼叫投資 什麼叫投機 任何的一個投資 都是在技術面轉弱的時候 技術面沒有辦法讓你買到最低點 賣到最高點 但是基本面上面 它可以讓你知道你的投資之所在 讓你了解到應何而賣 應何而賣 所以在今天裡面來講的話 我特別花一些時間 本來是在未來要提供給投資朋友的 也就是說如果這一次的電子個股 能夠去歷經到12月1號到12月10號 去考驗11月份的營收 大部分的個股 尤其手機都要下來了 都是見高峰 但是今年的第四季 明年的第一季 基本上它是會淡季而不淡的 也就是它的YOY會成長 如果能夠去反映MOM衰退 YOY是成長的 那我告訴大家 我的規劃是沒有改變的 臥島之後 第一季的季底 到明年的第三季 就是匍匐前進多頭 重新起功的時候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觀眾朋友認同 也想要知道 在目前台北股是最熱門的 尤其是觀眾朋友 你手上的個股 到底在這個時間點 如何放眼2020年 就是你要知道 2019年的獲利預估值 2020年的獲利預估值 而且這裡面來講話 大概大家耳熟能詳 在近期裡面 非常有人氣的個股上面 屬方已經花了時間 不是只有一頁 有兩頁都幫大家整理出來 如果你覺得 這一些的個股 不管有傳產 不管有手機 不管有半導體 還有長線低基期的 還有一些的被動元件上面 在今年獲利的預估值 跟明年的獲利預估值 你就可以去對照 它現在的一個股價上面 合不合理 在合理的過程之中 那你就不用過度的去做殺低 它就讓你進退有據 那如果你的個股上面 它的本益比太高 已經到不合理的一個狀況 那你就要配合到技術面 一轉落 你就要去做出場的動作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了解屬方 你應該知道 如果我不覺得 這份資料是可以讓你所用 可以幫助你的話 我不會送給你 你有看到屬方常在送資料嗎 那如果你覺得你不需要知道 這麼多的個股 好幾十檔的個股 在2019年 在2020年的獲利預估值 你就不需要 你也可以不打電話進來 那我說過 這個部分只是純粹送給大家 免費的 免費送給大家 如果你覺得 在目前非常熱門的手機概念 半導體的概念 還有網通的概念 傳產的概念上面來講話 以及長線低基鐵個股 從今年的獲利 到明年獲利的預估值 而且我是看了非常多份的 一些的報告 幫大家歸納出來的 如果你覺得對你有幫助 那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 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身體上的助理去做聯絡 他就會把這一份資料 送給大家 打電話進來 和氧氣人生 泳城國際投庫 名職誠信 專業 客戶至上 領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紮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泳城國際投庫 擁有完善制度 抵制應軟體設備 能夠投資準確性 及時效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精益獨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你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你永遠的依靠 泳城國際投庫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泳城國際投庫 入位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小姐 垃圾別亂丟 嗯 好吃喔 天氣越來越冷了 我要多穿一點 阿公阿嬤 欸 來了 今天冬至欸 有沒有 就等你一起 吃冬醉魚 整個都穿魚 吃一滴 整個都穿魚 少了你 就不像冬至 日子 日子要一起暖著過 桂冠湯圓 永不服輸的精神 永不放棄的堅持 追求每一個完美的成果 全心全意於每一個服務的時刻 靜心盡力於台灣每一個角落 積極奉獻是公務人員永不改變的信念 成人選實在 剛才對 能中招不擅長 沒有愛人平白 客風俠 驚眼金實在 好高賊實在 事實在在客風俠 針對較強疼痛 客風俠 只聽得懂 好高 只聽得懂 上课尖心 上班悲情骂 跟着友藏一起战胜人生吧 友藏的新之牌剧 让深圳烦恼的你 找到人生光明的怀念梦 周一至周五 到五点至六点 樱桃小丸子 母后 请您准许姐姐恩养太子 杨皇后自己岁无子私 却将太子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再加上背后还有藏金锁衣 倘若他要反 他敢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在这份资料上面来讲的话 大概都是在目前市场上面 比较热门的 那也是投资朋友你手上里面 可能有的一些的个股上面 我们都帮大家整理出来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呢 在这个过程之中 有跟我们线上助理去做联络 拿到这一份资料 那你可以从几个角度上面去评判 主方说的 为什么我常跟大家讲说 有些的个股上面 它到了哪一个点位上面 你是可以去做留意的 第一个 半导体呢 基本上而言 它可以有20倍的本益比 可是如果它是寡占性的 寡占性的一些的半导体 它可以到40倍的本益比 所以基本上它的价值 基础价值 你可以用20倍来看 如果它是独占性的 你才可以抓到40倍的本益比 那就是一个投资的 一个价值之所在 就很像我们在之前讲 366亿的事情 在今年里面 估6块多 所以我在当时候就告诉你 120几块 它是可以买的 那就是从今年的 获利的预估值去试算 那股价为什么会涨到200块钱呢 那基本上就是因为明年人家估 10块钱嘛 乘以20倍 但是这一类型的个股上面 它就是跌破了月线 那你自己要稍微去做一些的留意 它的筹码上面不可以再乱 那第二个就是来自于手机族群 手机族群之中 它分成镜头 跟所谓的手机的零组件 镜头呢 基本上是20倍到30倍去做起跳 它的一个股价的动能上面 是20倍30倍 那因为你现在在谈的是一个投资价值 所以你就是抓20倍 譬如说整个一个郁金光 是20块钱嘛 所以它就是400块钱 那整个大力光呢 你可以看得到 它是201块到215块 所以我告诉大家4000多块 那就是一个基础的价值 那但是如果大盘是多头 它有时候会跑到多少 跑到30倍 光学有时候会跑到30倍 那PCB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它基础的价值就是15倍 15倍 你说老师以前PCB里面来讲 不是都10倍吗 那我在演讲的时候 有跟大家讲过 台北股市在这一次里面 它因为资金的行情 所以它使得整体台湾的本益比 被拉得非常的高 在拉得非常高的一个过程之中 所以它的本益比就被修正 以前IC设计是15到20 PCB是10倍到15倍 现在都变成15倍起跳 那是来自于台北股市 现在是1万1000多点 它的水平变成所有的本益比平价 这个叫平价 它就被拉得很高 PCB大概就15倍 可是如果你是寡占性的 可以到18倍 寡占性的可以到18倍 甚至20倍 就是大家可能做不出来 只有你做得出来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才可以 那其他的一些的零组件的部分 里面来讲的话 那就看 那里面有一些的散热 那散热基本上来讲的话 也是可以抓15倍 这是观众朋友自己留意的 那至于在其他的一些的区块 像PA PA就被大家抓得非常非常高 PA被抓到30倍的一些的本益比 30倍 那这个部分 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那整个一个传产 水泥个股它就抓不高 水泥个股里面 基本上是抓10倍 10倍到12倍左右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基础价值 那其他的部分 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那我们刚刚讲说 重点已经告诉大家 你怎么去抓 譬如说明年里面的EPS 是提供你什么 我这一档个股 我长线的波段 我的目标要到哪里 那整个一个基础的价值 叫投资价值 就是以今年的EPS里面 乘以15倍或是20倍 然后去看 它的基础价值在哪里 那你就可以把 你现在这个价格 你可不可以买 什么样的价格 是你的目标价 你就试算出来了 就是观众朋友里面来讲 你用最简单的方式 我常常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帮助所有看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跟大家讲的老实话 我不认为台北股市是长空 我觉得2020年在第三季之前 它这个几率是很低的 所谓的长空一定要泡沫 你一定要大家现在讲的5G手机 5G基础建设 这个整个泡沫掉 企业的复苏里面也泡沫掉 那个时间点它才有可能长空 所以我认为台北股市 在这个时间点 它是一个在长多涨多的架构之中 它的中线跟短线上面的修正的整理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只有放眼2020年 你才能够成为市场的赢家 可是面对目前极短线的轨迫多变 我也知道很多的投资朋友 你定不下心来 就像台北股市在今天 惊在这里 你也定不下心来 所以我才会觉得送这一份资料 对你而言 你是帮助很大的 你至少就可以知道说 因何而卖 因何而占 买这个个股 有没有很大的风险性 明年里面来讲 它的EPS 你可以有什么样的目标价 你有没有波段获利的机会 它答案已经在这里面了 而且这些我都不是乱写的 我基本上就看了很多 法人的研究报告 我个人的一个所谓的研究 认为它的可信度是存在着 才提供给大家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要放眼2020年去抓住 今年合理的投资价值 按照今年的获利预估值 明年的目标价里面来讲 我刚刚已经告诉你很多的方法 而且在这一些资料的前文上面 已经告诉你说 要如何去观察台北股市 它的一个做法 那这样的话 整个台北股市 在这个时间点 你只要按照鼠方说的 做好策略 资金不要一次买满 跌下来之后 选择放眼2020年直优的个股 去做低阶的勇气 选股的智慧 那就要看大家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如果观众朋友 你想要成为在这个时间点 跌下来买好股 成为2020年真正一家的观众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 因为这份资料是免费的 那我们的资料只准备100份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赶快跟我们线上助理 去做联络 欢迎你成为2020年真正一家 打电话进来 虽然因独立判断审生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